回家反正離朋友 或許 hardware 無言 可愛可愛 當 dia我的新手機 YES的攝影機 他的手機 其實我本來沒有想要換iPhone 因為我的XS還是挺好用的 可是我真的深深的覺得 它的畫素不行了 就除了照相機以外其他都OK 那因為我其實還蠻常用手機錄VLOG的 所以 我其實覺得這肉桂捲對我來說有一點太多了 可能不會吃完 我打算在家吃完早餐待會去一間 我也很想去的咖啡廳 就是露依莎其實 但它是整面玻璃窗 應該說整個咖啡廳是很大片玻璃窗組成的 就覺得應該光線會比較好 對 因為今天其實天氣很差 下雨天 寒流來 對 我家超級好幾暗 我覺得整個就是很不適合在家工作 有了幾次就吃到了 你不聽完 然後就再吃吃了 哈哈哈 我上次就吃了 其實就是吃了 然後就吃吃了 我剛剛沒有吃了 我上次就吃了 我上次就吃了 吃了 我想要有一個那個 這個陌生的豬肉 辣椒豬肉 要加蛋嗎 呃 好啊 現在要來檢查眼睛 我最近都戴眼鏡就是因為 要評估能不能做那個鏡片之類 剛剛點扇筒現在沒辦法看鏡了 看不清楚 反正我應該會再等幾個月 就是再多做一點功課 多做一點心理建設 再決定到底要不要做這個 因為畢竟是眼球開刀 還挺恐怖的 我現在要來隨便弄一個早午餐 應該算是半清冰箱料理 對我起床到現在還沒有吃東西 超餓的 在這裡 好 這是小心 剛才能做到的 因為他們已經可以看見面了 這要是這麼多的 我不是有關鍋的人 有可能的 是在這次想太多的 如果不好 我們會被炒烤 然後是不是 日 ang了 不可以做了 1 多多次 你听说了 我做了什么 我做什么 对 不错 我今天是要去上教練課 因為我這兩次回健身房發現 我真的太久沒練完全忘記那個感覺跟動作 然後我之前其實還有10堂課左右 在教練那邊去把他上完 下去一點 幅度加大一點 對 慢慢做不用急 對 很好 腹部要收緊 對 我們來附近的全家吃的午餐 因為可以直接獲得那個20克的蛋白質 因為我今天沒有帶蛋白粉出來 今天上課有種終於真正運動的感覺 我真的超級久沒有這樣好好的運動 因為我自己去真的做不到上課的這種強度 對 但是我的肌肉的肌力和肌肉量都下降超多 然後我身上超多肥肉 所以教練說我現在要開始飲食控制 但我覺得可能要慢慢來 所以我今天還是忍不住 我選了這個頂泰豐的這個餐戶 他要600卡 現在已經快要凌晨一點了 我本來還想說今天其實工作沒有很多 但是這個拖延症實在是 就好像越晚越有動力工作嗎 我也不知道這什麼狀態 肌肉 有人說我家被貼了那個停電警告吧 就我再不繳電費我們家就要被停電了 我真的超級常忘記繳電費 跟你們分享我前一個租屋處的電費超貴 就我個人是覺得那一間租屋處 它的電器全部都太老舊了 導致明明沒幹嘛電費也超貴 我記得那時候冬天可能也要個三五千吧 然後夏天就有五千然後破萬的超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今年夏天這邊的電費是一千三 我記得我前一集好像最多也就一千七的樣子 就是那時候疫情爆發 每天在家吹冷氣的時候 所以我就真的很無法理解 為什麼那個房子的電費會那麼貴 好賺到西牛頓的包裹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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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豐盛喔 給你們看一下它們寄來了 欸!居然有白色的我剛沒看到 那我等一下換成白的 寄來了4個顏色的這個鏡頭框 然後真的是他們的狀狀貼 我覺得超好用 所以它不是不是像玻璃那樣很容易碎掉 它是很軟的可以這樣摺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超級俐落 簡單 有質感 本來其實是想要喝茶 但是我前幾天喝了茶 結果失眠 所以我還是不要輕易嘗試好了 等一下呢 我要來上英文課 就我最近報名了一個 線上的那種一對一線上英文課程 主要是想要練一下口說 因為我真的變得超級超級卡 就講英文真的會卡到不行 然後我就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雖然我覺得一個禮拜 我現在目前是一個人在上涼堂 沒有太大的幫助 但就是至少是一個好的開始 哈囉 嗨 妳好嗎 好 我是Jasmine Jasmine,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那今天我可以幫你幫忙嗎 其實我只是在找一個自由聊天 我在冰箱放太多天了 感覺有點過癮 但是還是好吃的味道 好燙 現在是下午大概兩點鐘左右 然後我早上剛拍了一支 我想拍非常久的電子手帳 欸我現在臉上是不是在 我現在臉上來了 我剛早上拍了一支我一直很想拍的影片 就是用iPad做電子手帳 但不是寫那種to do list 就算是有點日記的那種感覺 沒想到看別人拍覺得沒有很難 自己拍起來還挺花時間的 所以我拍了很久 然後現在化妝把剛剛那支影片的片頭補起來 然後今天晚上我要去參加一個 情境式體驗的活動 他叫做微薰大飯店 其實這活動大概是 四五六月那時候就有在辦 那時候就有收到邀請 結果因為疫情爆發 所以就延到現在 我已經期待超久了 因為他有點像 就我在紐約的時候有去那個 Sleep No More 他也是一個情境式的秀 百老會的秀 是百老會的秀嗎 反正就是情境式的演出 然後你是會跟演出者很接近的 但我不知道台灣這個是 就是他的表演內容是什麼 但當時候我在紐約看那個覺得很喜歡 就很酷 所以還蠻期待今天晚上的 我剛剛叫了生鮮超市 給你們看一下我買什麼 這個 是一個 什麼讚奇烏龍麵 其實我本來是要買最普通的烏龍麵 但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覺得好像蠻好吃的 他是柴魚口味的吧 這個 豆腐是我的想做海鮮豆腐鍋 要用的 然後買了一個大蘿蔔 因為這個週末我想要來燉排骨湯 因為天氣變很冷 這個也是等一下要用的 然後買了一個湯包 湯底 因為我跟我男朋友還蠻常在家自己煮火鍋 然後我之前都是用Costco買那個柴魚 柴魚吧 柴魚口味的那個湯包 想說可以來試試新的口味 最後就是我偶爾都會定期買 優酪乳無糖的 所以我對女生比較好 這個大牛奶就這樣 我今天要用的是這一個 這也是我男友他媽給我的 謝謝阿姨 好吃耶 因為我其實很常把泡菜放到整個冰箱臭掉 所以我男朋友一直很 就是 怎麼說 反正我就是會有點害怕買泡菜 以前我都會買一罐放在裡面放很久 然後煮菜就可以夾 然後去他們家 阿姨就推薦我用這種 這種是不用冰的 它就可以常溫保存 這樣留一點起來 直接吃的 今天的蝦汁 還有牛肉 可是牛肉好像不適合煮 都可以 這邊收起來 還有牛肉 還有牛肉 牛肉 所以我都已經有不同 有很多 這個牛肉 就像牛肉 然後進去 如果這位牛肉 就叫牛肉 就好 乳 醉 小魚 啤酒 多想要加 去爆炸 吃吃看 好像第一次做泡菜鍋 雖然這個應該超簡單的 自己在家吃就是可以狂吃海鮮 就是爽 不錯 最近真的變很冷 啊 套兔真的太好吃了 是這個牌子 Polline的 是怎樣的嗎 Polline 我挑了一個這個 水餃形狀的 跟我現在的衣服不是很搭 但比我想像中的大一點 還蠻可愛的 好 待會兒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今天收到創生寄來的樣衣 順便調查一下大家會比較喜歡帽梯還是大學梯 可以留言跟我講 最後就是來做個小小的Ending 因為我發現我每次的Vlog都沒有做Ending 然後首播的時候大家都會很驚嚇 說怎麼突然結束了 對總之今天的Vlog大概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拜拜